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一个防止伤病的训练 我们也最近刚进来 是的 我看到这个跑步机 是不是跟以前咱们健身房里看到的普通跑步机 对 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里面有很多程序在里面 这个跑步机的整个一个 跟原来光是单纯的跑步不一样 它有多么功能 它有很多功能 它是对于那个链就是说正常的训练的 比如说 是吧 那么运动员在上面跑 那么还有呢就是康复的 就是受伤完了以后 它有这个程序在里面 怎么样跑 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康复社会安排这样的一个计划在里面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这个游泳池 其实就是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座呢就是真的是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好 就是运动员其实这个对于训练后恢复也好 对于就是说有氧训练也好 水温我们也很温的 你听到这个声音 我们就是一个 它这个水温全部是很温的 我们那边有一个冷热水池 冷热水池 对那边是吧 对那边一个冷热水池 所以说我们这个呢是里面就是说 还有一个强对流的 我们在这里是有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冲的 当然也可以控制的我们这个 有水流的是吧 有水流的非常接待 就是说对伤病啊对那都好 那么还有我们还有水下自行车还没到 水下自行车是吧 水下自行车 水下自行车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真的是 又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里面做出这样一个设施来 是真的非常好的 我们这里是以后留的一个反重力的跑步机 现在这个设备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高原养肠 这个量高原养肠 以后会拿到那个衣物是重新再修整了以后会拿到那边去 这个量高原养肠 那么这里呢以后是一个最先进的就是说反重力跑步机 就是当运动员任带就是说伤了或者甚至骨折了 就是在不能站立不能跑的情况下 我们有这样的一台机器 它就是可以在里面就是不影响你 照样可以就对这个呼吸系统啊是吧 一样就是能够得到体能训练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器 马上月底就到了 不是咱们的莫伦东还是比较注重自己身体身体 莫伦东也差不多 他这个体脂率应该很低的吧 他体脂率很低 他做这个引体向上 比正常的队员要多三倍 也就是说你能做十次他可以做到三次 他是做最多的 对对对 上次力量很那个 运动员们现在也很多很自觉 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体能师在做指导 应该做什么做什么都是那个 我想呢就是这些呢就是 对于我们这些运动员来讲 慢慢慢慢的会接受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 就是计划 接受这样的训练 那么以后会对伤病的避免 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那么现在那个 他们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之后呢 是几月份开始用的这个设备 我们这个设备呢 就是应该从五月份就开始 五月份 五月份开始 他们他们现在是不是来了积极性高多 对啊对啊对 对于运动员的这个积极性 他们训练完了以后 就训练前都在 他们都会在这里进行的做各种准备 那么练完了以后 体能身体比较疲劳的情况 他们也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加练 做一些加练 所以说对于个人的个体训练非常好的 个体训练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 真正在现在运动场上的伤病 产生就很少了 已经避免了很多了 已经避免了很多了 最近是不是压力怎么样 感觉这个看你 因为星巴队你做过好几次主教练了 对 这次压力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这个呢就是做教练呢 我觉得都有压力 但是呢就是说 主要是我也讲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做的比较接近一点 实际上就是这个队伍就是 我们本来可以一个可以 中间多赢几场比赛 那么名字就不一样 主要在这个上面 做球教练员就是一个结果嘛 是吧一个一个结果 你有好的结果那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相信就是 我们经过调整以后 我们后面比赛会越来越好 然后呢我们最欣慰的就是说 一批年轻球员的那个那个使用 那么他们也是真正达到了这样一个 一个使用的目的 不是说我们要付出很多代价 是吧 他们就是说 在没有付出这样的代价情况下 他们得到了锻炼 然后呢为球队带来一种新鲜的喜悦 其实不知道 我们很多球迷蛮想知道一点就是 就是在您心目中 你觉得一个最理想的升华队 应该什么一个状态 就是你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向我们描述一下 比如说 在你理想中 你觉得就是 咱们说不牵扯任何的什么预算 不牵扯任何的年龄结构这些问题 在你心目中 你认为 升华队最应该有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你要知道职业足球 就是说 输赢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在比赛前你不知道 你也不清楚就是 你能否赢对对手 你能够打得怎么样 是吧 大家都在叫 但是呢就是整个一个队伍的组织 非常重要 那么组织结构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 升华的球迷非常好的 他们看球非常有水平的 他们就是不管你就是这个比赛的输赢怎么样 就是说先看就能打的这个过程怎么样 然后再次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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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怎么样 那么有很多就是可能就看你这个结果 是吧 那么我觉得升华这个队伍应该就是说 拉出去跟任何一个队伍打 都有这样这种抗争力的 多能够就是说赞成对手的 那么升华我觉得就是说 在技战士上面来讲 在球员的竞争力上面来讲 在俱乐部的竞争力上面来讲 在俱乐部的竞争力上面来讲 在这个上面我们都能够提高 那么我相信就是说 升华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一个升华 从基地一直到俱乐部建设 一直到球员一直到球队 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我希望的一个升华 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超呢 这两年我们感觉球队想出成绩 还是有点难度啊 毕竟那个你看就是很大了 国安了现在都是还是比较稳定的情况啊 对你要看你就是要出什么成绩是吧 出人才也是一个出成绩 就是说从名字上面来讲 那么这两年肯定是 就是要去力争到潜力去 但是呢你也知道就是说 现在目前的情况 就中超里面的情况 就是谁占了先机 也就是说你买了多少 有实力的球员摆在那边 那么你就能够就是成为一个中超里面的强队 就成绩比较好的球队 那么你看国家队的队来讲 就是说这次国家队 你从老的来讲 层面上来讲 最后还是恒大 国安 什么上岗 这些比较辱能 这些就是这些国家 郭志浩球员的大户 那么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有 就是说 统一的认识 就是这些球员 是要比你其他球员要比在能力上面啊 或者是身体上面啊 要强一些 要强一些 那么 当然他们接触的责任也更多 那么 就是说你像我们现在这个队伍 就是说 当然每一场要去抗争 每一场要去力争 那么 难就难什么地方 就是说 你阻力阵容跟 team的这个上面就是相差比较多 就是这个 厂商的能力啊 表现啊 就相差比较多 所以说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要 你说要牛的教练来 你说外交 你说要牛的教练来 要我讲起来 你不用外援 你就拿中国球员来打 那你打到冠军 那你打到前面 打得很好 打得很那个 这个我才会去佩服他们 是吧 才会去 值得我去佩服 值得我去尊重 但现在这个情况 我坐在T5市上 常常会想这些情况 如果我做到那个T5市上面 那可能另外一种情况 是吧 当然中国教练现在这样的一个机会 比较少 其实无理想很多 我看到你 你也有时候 看到外面一些 包括一些舆论 他们可能搞定 现在他们也能接受的球队 现在拿不到冠军 成绩也不理想 但可能希望我们更加 比较激进的完成这个 心脑交替 这是一个矛盾嘛 就是说 你是牺牲成绩 打到锻炼人的目的 还是说你两个都要 都要要 那显然就是说 大家对这个要求就是 成绩的要求更高一些 成绩要求更高一些 是吧 对教练员来讲也是 对于我来讲 就是说 任何一个教练我相信都这样的 我成绩我最讲究了 我其他我管你什么 要培养啊 要什么 是吧 就是说很难那个 你看很多中超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大胆在用 就是年轻的 有二三政策 我们不是为 这些有二三政策 而去做有二三政策 是吧 我们就说 就直接打了 是吧 只要出下半年 你大家看到就是我报名的 我报的四个队员 他们已经 基本上就是 有的成为主力 有的就是说 已经是 在这个替补系上面 已经在经常打了 当然这个是慢慢适应的 我觉得我现在在做一个 正确的工作 是吧 成绩今年 前四名 本来我们相信前四名 去押换 但是现在看前四名 可能性比较小了 那我就 有胆量 我就要开始用了 是吧 要用了 要坚决点用了 当然也有很多压力了 就是你要放弃很多球员 当打之间的球员 你要放弃 大家聊到中超现在的问题 或者是 中超里面 大家 所有的教练都在 就觉得就是说 大家非常的非常的 竭工尽力 教练都觉得竭工尽力 就是 就是 就是来由纯洁的 今天好了你捧上天 明天不好了 可以骂到你落地狱 那么 我们也是交流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想 比如说 韩国现代的那个 崔康熙 他我06年 他碰到我了 有一种很高兴的老朋友 他说我们06年就教练过 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在那边 最后是3米4 输掉这个 把进8的比赛 进4的比赛 是吧 所以说他也讲到了 我说哎呀 他说我见到我很高兴拍了我 他说你又回来了 我说对 我说你一直在这里 你除了到了国家里去过 完了以后 你现在又是现代的教练员 我在中国不行 我当时第二名我就下课 但是我现在走进虹口 从我去年开始 我拿了这些杯冠军 我进入那个 现在比如说那个屏幕上面 报到我最好我说 我跟马越说 你不要把我的名字 我叫主教练没有 就球员 每个11个球员就行了 深化历史上也是 这么多的老外教练来了 有谁比我好了 哪怕大牌的 哪怕就是说你15年那么 主场那么容易拿的冠军 这些杯也没拿到 那我要去年说 我说我来的时候 我说我要拿最后的冠军 那要是你肯定说 武军会封了 你这个队伍 你跟上岗比拿冠军 你就封了嘛 是吧 但是我们做到了最后 证明我什么 董事长跟我讲的也是 吴总跟我讲的时候 就这样 吴总就跟我讲了 吴总 你有这个能力的 你去年这么一个队伍 你就调整到这个状态 是吧 那今年你相信一定可以 我说吴总队伍 我犯了一个激进的错误 我想很多思路 超前了 超前想在球场上实现了 但是这个 看来就超之过激 超之过激 所以我理解球迷这个 怎么样呢 就是我觉得呢 就是说 有一点感到到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我要 我要做得更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感到有点伤心 就是说 你太快了 变脸 你像多特蒙德二十年 没有拿到那个冠军 没冠 无冠的时候 他最后拿到一个 周鞋杯冠军 第二年 科罗普保吉 球迷没有人喊他的下课 虽然没有喊他那个 但是我们现在 中国球迷弄的 这样的一个 就功利化 这样的那个 我觉得很不理解 有一个周明教练跟我讲了 他说 他说吴你知道吗 他说 你们做的 我们做的这个工作 是多少人想把你摘下去的 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 你要处理多少内部矛盾 就是 谁一个上场的 他说 都不一定说你 好 没有谁一个人说你 你教练好的 他说 三个人会说你好的 三个人他说 什么都不管的 三个人会骂你的 或者更多人会骂你的 他说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们要跑 你叫他们去干脏活 你叫他们努力 你要叫他们拼 我说很有道理啊 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 弄在一起 他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接下来就场比赛 我讲过了 我们可以赢四岛五场比赛 在每一场比赛当中 不仅仅说有一种 记载出内容 而且有一种精神 有很多东西都会体现出来 好的 吴教 好吧 好嘞 希望早点那个 陈姐老际的希望 陈姐跟球迷的希望一样 跟我们领导希望都一样 跟我要求也都一样 我们会好起来的 教练的工作就是压力大 你看慕临尿快 现在 满头摆法 满头摆法 他比我还小了 他不一样 他不也压力很大吗 对 他说挂掉了压力大 头发都没有了 我还有头发呢 你看慕临尿快昨天压力大到 去莫莉看那个 国家联络的时候 自己摔了一脚 匡匡摔了脚被球迷拍到 他的什么呢 就是教练员有的时候 就是说心不在焉 都做其他的事情 包括我们回家都一样 跟小孩聊天 跟朋友聊天 跟家里面聊天 就觉得吃饭的时候 就觉得有的时候 有点心不在焉 包括球员也一样 所以说我尽量能够放松自己 我尽量能够放松自己 你有沒有出去 在一些非球场场合 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神话球迷 从来没有 所以我对球场 我这个是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很欣慰的事情 我走到哪里吃饭 包括停个车 每个地方停车 他们都会给我找位置 然后吃饭也是 人家都说 哎呀 要给你打针 我说打针的不要打 就是我来吃 就是我找一个隐蔽点的 这个位置就行了 对 舞蹈 如果说我举例子 如果说你现在这个球队 哪一天你离开这个位置 你觉得最遗憾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比如说 每个教练都想给这球队 留下一些东西嘛 你至少现在留下了这些 这些健身房 或者留下这些东西 你最遗憾的是 有些什么东西 没在这球队身上体现的 就是说你要有达到一个成绩 就是你如果 现在走掉了 就是说你可能两年三年 或者就是一个冠军的球队 是吧 肯定这样一个球队 我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样的一个组织工作做 那肯定是一个 争贯力 争贯的那个 很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球队 对 毕竟不知道 你看 因为之前几次完全不一样 你看 03年你当时离开的时候 对 球队是以未免冠冠军 冠军的 拿了冠军之后 年底离开的 对 那是高僧到国家队去了 那是高僧到国家队去了 06年 06年 当时也是联赛第二 联赛第二 对 第二年后来 亚冠第八 是吧 还在离开了 就是不做了 然后08年的时候是那年不是后来 也是 也是对 也是差一点 第二 你说为什么 就是到这次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名次 或者怎么就 就一下当时那种感觉 就一下就球队的感觉 因为说实在呢 就是说 我 你也看到 我以前 每一次带的时候 就是03年 清真风暴 加那个顶级外援 对 是吧 06年来了以后 就加整体实力 然后我08年以后 因为06年下个 我到那个 很多欧洲学习去 对吧 然后08年 就是来了一个 非常崭新的 一个大法 就是要求中场 一起要求快速通过中场 非常快 那个时候 那么打的也是 我当时我记得 我打了14轮 已经是拿了28分了 28分 平均2分 是吧 那个就是非常好的 这部队员是打得非常快 当时14轮拿了28分 现在是多少轮了 现在是21轮了 21轮 才达了26分 26分 我那个时候想象 一种快速 一些接近了 一些一些非常 非常 压必须的打法 还在脑子里面这样的一个 但是你看 就是说这样打的话很难 因为现在中超里面的外援 强烈的外援很多 解决问题的外援很多 但大多多能力的外援很多 所以这个上面是跟一切不同的 我带绿城的时候 你看我就是那个 就是说一半防守防击 所以你就可以看看 大部分前面的队我都赢了 都赢了他们了 防守防击啊 防守防击都赢了 是吧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我来了还想生花呢 你不能打防守防击了 你要打得更漂亮一些 更那个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对呀 白头发也多了 对啊 最近发型换了嘛 换了烫了就好了 换了那个那个那个 因为少花点时间在头发上面 本來這個頭髮很不聽話,長一點點要去理髮,花時間, 然後還要每天要跟他弄,現在不用了, 現在洗完了以後一弄就好了, 一弄好,白頭髮多了以後這個,年齡到了嘛。 跟生化相關的人都白頭髮多了, 是吧? 連老衛也是白頭髮多了, 對,無重要的頭髮白頭髮多了,也操心啊, 當然成績好了以後,就大家會好見,壓力回去了。 今年肯定比較難過, 但今天我們做了一些事情,也是我覺得蠻欣慰的, 是吧? 我們專棋老大, 其實我們已經帶著中國女朋友,都不過了, 我們連覆蓋摩托時間都沒有, 又不出了, 購物車啊, 購物車啊, 他沒說多少額度,不好意思準備啊, 就說是老對人, 其實不老啊,難老了, 只要我在, 到我我已經去, 世界盃啊,就是希望南京前四吧, 終極目標是可以奪冠啊, 在家中間四吧 已經成績了,